就是好像感覺那個石頭 真好 彈得真好 這一首我為什麼想練 是因為其實它這個是一個非常討喜的上台作品 正常的那個骷髏之舞 然後呢它這一首曲子我因為它上台效果超好 所以我很想練練看 但是這一首裡面就有非常多我不太行的八度還有和弦的東西 然後我只是熟這個旋律 但是這首曲子我完全沒有練習過 所以就是我覺得我覺得 我覺得有點難 我差不多還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也是希望藉著這一集可以跟老師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也可以跟大家推薦這首作品 哈囉大家好 歡迎光臨教師 我是教導師 今天要跟著姜老師的腳步來上大師班了 我們現在來到哪裡呢 我們來到石頭音樂器 石頭音樂器大家知道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所學校 所以我今天也是抱著非常緊張的心情 要來拜訪這位顏俊傑教授 顏俊傑教授呢我只能說除了情意非常棒之外 顏俊飛機高 大家等一下會被他圈粉圈到無凡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去找顏老師吧 Let's go 而且顏老師人超好 他特別幫我接音樂廳 所以我們今天這場鋼琴課是在音樂廳裡面 我來了好幸福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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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發聲 哈哈哈哈哈哈 老師你好謝謝老師 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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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打開樂 非常開心才能夠跟顏老師來討教這堂課 然後我所準備的這群是那個哭嚕精靈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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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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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